大家好,欢迎来到娱乐泡泡圈 直播成为了一种流行的方式 大家都在想通过直播去展现自己的带火能力或者直播效果的 除了明星之外,普通人也经常进行直播 他们的直播更多的是帮助公司或者团队带来销量 而明星们的直播更多的是分享日常 任佳伦是一个蛮喜欢直播的人 但他直播的次数并不多 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大家直播 直播乐趣可真多 在他直播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很多欢乐 这些欢乐就可以看出他很享受直播的这个过程 他直播的时候他一边在述说自己的日常 同时也跟粉丝分享一些自己的看法 有时候他会暴露自己的一些优点或者缺点 甚至爆料一些我们没有听过的新闻 这样一个时辰的明星真是让他助理当心急了 他很喜欢开玩笑 开玩笑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 所谓的开玩笑是跟网友或者粉丝进行互动 当然开玩笑是有一定尺度的 不能开太大的玩笑 这样大家都会不愉快 粉丝们有时候也会去逗他 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玩的人 所以当爸 可他身上丝毫没有当爸的那种成熟终老 年人及时感 还会唱歌活跃气氛 看到直播间没人说话的时候 他也会唱歌活跃气氛 不会让出现冷场的情况 当然他的直播不存在冷场的 这种情况大部分人都是大家玩得很开心 当然除了自己的工作日常之外 他有时候也会深夜都在上班 这就是他的职业所导致 只要是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辛苦一点也没有什么 这也是他自己所想的 粉丝看来穿着现衣都这么好看 有种跟加伦视频的即视感 看到粉丝们的这些评论 可以见识到他们的确很喜欢任加伦 并且他这个视频当中 有一种跟他对视的感觉 他是一个很难跟别人聊天的人 在聊天的时候可以把握好尺度 凡是看到过他直播的人 都会被他这种幽默的感觉所吸引 这也是他可以通过直播圈粉的一个原因 在我看来 看任加伦的直播是很有乐趣的 他可以在直播的时候展现自己 直播现在成为了一种大众化的工具 他可以帮助带货 或者帮助展示个人才艺 在这一次的视频中 任加伦不仅展现了自己幽默的这个方面 更是展现了带货能力 目前这种方式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 成为了全民都接受的方式 总的来说 目前他也常常跟粉丝进行直播互动 经常是在吃饭的时候就是互动 这都是受到了一致的认可 虽然每次直播的时间都很短 可他也很珍惜这些直播的时间 哪怕是静静地看着屏幕不说话 粉丝也觉得这是一种美好的存在 他跟粉丝是一条心的 相信在未来的直播中 他会获得更多的精彩 针对于现在 任加伦成立家庭的这个事实 很多人都是不能接受的 觉得他这么优秀的人怎么可以这么早结婚 可我们始终要抱着一种欣赏的态度 去看待他的私人生活 对于他的个人感情 我们作为外人不能干涉太多 而他也很欣赏自己的老婆 懂得为他付出 正是如此 我们更要送出自己的祝福才行 粉丝看来 欢嫂是最配任加伦的那个人 他陪伴在低谷时期 任国超身边 配得上今天这个旺帐光芒的任加伦 好羡慕欢嫂嫁给这么一个好的男人 我也要同款老公 从粉丝们的评论来看 大家不会抱着一种嫉妒的心理 反而会更加宽容 觉得人家能有自己的生活 即便他是一个公众人物 也应该要拥有私人空间 在我看来 本人是很羡慕任加伦 也非常羡慕他的妻子 聂欢 这两人并非像别人所说的 一年早婚 更多的是 遇到了对的人就要在一起 任加伦是一个很执着的人 对待感情和事业 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任加伦再早年出道时候 也遇到了现在很多年轻人 遇到的难题 那就是没有人气 也不够红火 如今的他终于变成了流量明星 在未来的日子 会更加精彩